明天的各位情供的主持人友大家好 好朋友 最近鸿海集团 是不是有嗅到什么不单纯的讯号呢 除了鸿海的骨架在往上推动回升之外 昨天呢 这个泛鸿海集团当中的浦城 因为电动车是鸿海未来5到10年的发展主轴 那浦城呢 就是它集团军里面 车用IC的关键角色 昨天跳空开高 今天的骨架是继续的往上走 那你看到鸿海的骨架也占上年线咯 鸿海集团要开始轮功了吗 我想整个的一个行情这边来看的话 资金它其实现在在找一些落后补涨的一个概念股 我觉得很简单来讲 在今年整体的一个集团股大概都有涨过一轮 还没涨到的其实就是鸿海集团 那鸿海最近的股价其实本身就强 如果大家仔细去留意到鸿海的股价 其实已经悄悄的从4月底不到百元 99.7那个低点 悄悄的来到今天 已经正式站上所有金线 而且投信昨天还大买 那股价在这边是缓不往上攻 那它的主轴当然是什么 是接下来的6月份 就是苹果要新产品的一个发表 它本来就是苹果供应链 它以大举招工 第二个就是电动车 那这两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电动车的股票一直不断有新的在做创新高 但我这边强调是新的 所以当昨天看到鸿海说 他要扩大电动车的领主舰出口的时候 这个部分里面 第一个新公道涨历的是谁 46129的浦城 那浦城当然是鸿海集团里面 最纯粹的车用IC的一个供应厂商之一 那它在这里面连续的跳空往上攻 那我会认为说两天大涨之后 你让它休息 整理在基建附近整理 就像之前我们大家在看 861的一个附顶一样 两个大涨之后 它通常会在基建附近做整理 因为前方的踏倒区域比较多 这个其实是告诉你说 我这一块区域整个就是要往上走 那你再看到今天的一个 整个电动车有概念的 像鸿海 像玉龙 像大同 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 在国内的电动车 会有受惠的 那我再把它做一个扩研 我说你要布局个股 一定要布局相对位阶低的 那今天其实有一档个股 其实走得非常凶 是代表一五二一的大液 它昨天就跳空公道涨停满 结果今天消息出来 因为它打雾到勾勒 所以我会看到的是 现在你要去找相关的车点 你不要去追那个 已经涨三天涨五天的 你去找它那个位阶还相对低 刚刚涨起来 如果它又跟鸿海一样 又有所谓的电动车 又有苹果概念 我觉得这样就会更好 所以今天帮大家带这档个股 叫代号6217的中探针 好 那首先中探针 它的题材就非常多了 它是所谓半导体测试的一个 探针的一个供应商 半导体接下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新的产能不断开出来 相关测试的部分 我认为会大型歧视 再来就是电动车 它是特斯拉充电枪的一个 这个供应链 那今年的一个特斯拉 除了本身上海产 虽然最近有受到一些停工影响 但大家知道 它在德国的工厂 已经开始加速生产 然后它在美国本土的工厂 也在持续性的一个扩展 所以我认为在电动车 它当然也受惠 那当然刚刚所说到 GoGoro它也是 中探针也是GoGoro的供应链 所以在整个电动车 它其实布局的非常多 充电桩 充电枪 相关的一个产品 持续在出货 那股价现在又一直 又在季线附近 今天一个跳空 把所有的均线都占上 所以我会认为 像这样的个股 它的一个题材 都已经开始出现 再来 它在整个苹果的MacBook Air 这个部分里 它也有出货 它也是苹果供应链 还是谁 还是所谓的微软的供应链 那我说 如果现在在找个股 大家知道 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 资金是不断去轮动 找位阶相对低的 那如果以今天 刚刚正式站上 所有均线转强的 一个中探针 而且它今天的量 也慢慢的一个放大 你看到 昨天成量只有2000多张 今天的成量 到目前已经有3000多张 量出是代表一个攻击盘 那我会认为 整个题材部分的话 我觉得6E系的中探针 投资用反而在今天 可以特别去做6E 好 封文 最近有帮我们追踪一档 这个电池模组的新胜力 新胜力其实 这股价这一波 已经是狂飙了 早盘开高走低翻隔 但是现在 马上就有换手的买盘 进来做承接 短线看起来 已经飙了一大段 目前的股价在46块附近 外资在高档 还有在买超 可是隔日冲 也盯上了它来回操作 昨天凯基台北又卖出了 那因为今天 台股的成交量 相当的低 现在的预估量 只有1800亿左右 但是像这一种 短线热门的强势股 有量有价 隔日冲来回操作 那应该要怎么做呢 好 像这样的个股 其实我们是在 上个星期上跟大家报告 那它从那边开始 做一个攻击 我们上个星期上 跟大家报告的一个 车用相关 那我想它这边是因为 前两天还有投信 在进行买超 但可以发现 昨天在空道涨的时候 投信已经不再做追价 所以隔日冲 今天冲上来之后 它短线就会出现 一个爆量的一个格局 好 大家都知道 我的一个操作策略 第一次突破的爆量 在5月20号这一天 还算是一个攻击量 但是再一次爆量 就表示这一天的一个量能 应该再突破的话 它等于就是把5月20这边 相对比较扎实的买盘 它就会做一个获利调节 我会认为像这样的个股 短线先让它休息 好 因为它今天爆量的情况 会非常明显 但像整体的一个 车用领主件相关的题材 它其实在做一个扩研 你不需要再去追踪 已经连续大涨 我会认为它压回 缩量之后 回到均线之城 或者是缺口的一个部分 你再去做买进 我觉得它会比较有机会 反而我认为 在今天里面 还是先去找那些 这两天车用 在反弹过程里面 还没涨到的车用族群 我在下一段分析面 再帮大家来介绍说 还有哪一些是 目前还没涨到的 那今天准备有机会反弹的 我觉得提供能不能 周围操场的一个参考